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盘棋 首先请各位看一下大棋盘 现在呢是轮到白棋走 黑棋的上一手棋在下方冲了一手 很明显黑棋的意图就是想要强调白棋气景 然后你这儿挡不住了 你这一条防线呢黑棋想从这儿冲出来 那面对白棋的想要接下来思考的问题就是 这块棋或者说这一层防线白棋应该如何来防守 换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话 就是白棋如果强撑住了结果如何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替白棋考虑几个变化图 按照我们的第一杆白棋 假设我们先从这个用排除法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先挡住 这样黑棋大概会从这个里面先吃一手 白棋粘上的话 黑棋这个时候它的走法就很多了 比如说很直线的从这个这打尺出来 还有一种呢就是加一个 那不论黑棋选择哪一种方式 白棋在这一带的跟这个子的连接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如果说要强行的连上 那这个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惨重的 所以作为白棋来讲的话 此时可能第一个需要排除的是挡住这个变化图 另外这盘棋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背景 这是取材于韩国为甲 也就是2016年的韩国为甲当中的一盘 那白棋呢是崔真汉九段 黑棋是金生仔六段 崔真汉九段 我相信各位棋友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而且对于这个棋局来说 崔真汉其实它本身的这个风格 我们都知道 韩国棋手的棋风是属于比较好战的类型 那崔真汉呢 他也是一个很有自己个人风格的这么一位棋手 在这个棋界也被称为有毒蛇这样的称号 可以说他的棋风是非常犀利的 同时呢 他其实也是很灵活 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呢 就是想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介绍的这个 接下来白棋实战的走法呢 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借鉴的 当然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再多介绍几个变化图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挡住不行 那如果白棋一定要强调 你这个冲一个按照我们的这个惯性思维 当然是黑棋在这走棋 我是为了要把自己的这个这块上下连成一片 那我一定是会在这个方向来继续的进行思考 那么如果说挡住不可以 那有其他下方 比如说 退一个 这似乎是比挡一个更加柔和一点 更加不跟黑棋进行这个正面的冲突的这么一个走法 但是作为黑棋来讲的话 他可能还是不会轻易的就这么放过白棋 比方说 比方说黑棋继续冲一个 白棋只能挡住 这样的黑棋再断上来 依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棋白棋的气它非常的紧 这就是黑棋能够在这个时候 非常直接的这种手段 直接就给你冲过来 这就是黑棋它想强调的一点 断上来以后 白棋如果 退一个 那这边 从这儿黑棋一打 沾上的话 它直线冲出来了 假设白棋要防止这个问题 也只能使出苦肉计 这样打了贴过来 那首先你如果走上面的话 这下被打一下 白棋心情上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那如果 这个时候 黑棋还可以再拐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由于你的气紧 所以你在很多时候就像是 一个人被绑住了这个手脚 你是受束缚的 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施展开你的手段 就像现在这个白棋一样 黑棋它就下在 每一步都卡在你的这个气的 这样一个焦点上面 这一拐 白棋肯定是不能扳了 如果长的话 下一手棋 黑棋就一贴 这个对于职业棋手来说 简直是要命的 因为挡是挡不住了 黑棋可以从这儿吃过来 如果 要就这个棋筋的话 只能粘在这儿 就再被黑棋一打或者一冲 白棋这个形状是属于支离破碎的 当然黑棋它还可以再 这个精益求精一下 比方说我再贴一下 这个时候你是不能扳的 如果你扳的话 这边被黑棋一吃 棋筋就被抽掉了 可能也没有什么脾气 只能再退 然后再被黑棋这一冲 这几下交换 对于白棋来说 这毫无疑问就是心在滴血一样 然后黑棋比方说 再把这个头搬过来 这样的话 白棋当初其实他就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意图 他只是想把这块棋能够封锁住 就把自己的这个 呃 外事把它连成片 但是即使用这种 强有力的手段 把它硬撑住 但结果并不理想 所以其实 之所以想要选择这盘棋给大家介绍呢 也是想通过白棋的实战 告诉我们棋友们 其实围棋它是非常灵活 非常多变的 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一棵树上去跟它死磕 而是可以充分的开拓你的思维 打开你的这个视角来考虑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在说定视的时候 它会被不断的淘汰 也是因为我们对于其的认识呢 会不断的这个更新 不断的去有更深刻的理解 也因此呢 逐渐啊定视这些下法 它会由老到新这样一段 一代一代的去进行演变 那其实在中盘的时候 不存在定视这样的概念 可是它同样也是可以 我们举一反三的运用这样的思维方式 那还是回到这个棋盘上来说的话 假设我们在替白棋进行了这个 比较直观的思考啊 挡和退一个 无论是比较直接 或者说是相对来说 比较柔和的下法 都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考虑 把你的这个目光 换一个方向 所以实战呢 白棋 加一个 它把方向转到了右边 甚至是上边 其实这就告诉我们 对于我们原本认为很重要的字 比如当时我们认为这三个 包括是这个字 都是对于白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呢 当你换了一种心态来看这个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什么棋 它都是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的价值 而不是绝对的 就比如现在这个白棋 它把这个重心转移到了上方 那么这四个字来说 对于白棋的这个包袱啊 或者说对于它看中的价值呢 就相应的就减轻了 白棋这个加一个的意思是 如果黑棋粘住的话 那首先不管这边怎么进行 这两手交换都是便宜的 因为这是一个里和外的交换 如果黑棋虎的话 那白棋能够吃到这一下 只要能够吃到这一下 无论下一手是长 还是把这个挡住 那都不存在 我们刚才说的被黑棋冲出来 这样的手段了 所以实战呢 黑棋也是针锋相对的 把这个冲出来 白棋挡住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棋有问 那如果说这样都交换完了以后 被黑棋冲倒一下 你这个棋不是更挡不住了吗 对确实如此 所以呢现在白棋 它从加一个的时候 就已经把它的这个整个的重心转移了 它不愿意在这边再继续走棋了 既然你要这么冲过来 要突破我的防线 那么我也不一定是要注意在这个下边继续去走棋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思路放宽一点 然后呢当黑棋接住的时候 他再把这个断点补上 飞在这 那这个补断呢也是很有讲究的 按理说呢这个长行本手来看 白棋可能飞在这个中中间的位置会更好一点 但是现在呢白棋同样他有一个考虑就是 要进军右上角 所以为了作为接应的话 这个子离的这边越近越好 那因此其实这个时候啊 白棋也是给出了黑棋的态度 看你怎么下 我下一步要挂脚 那但是如果 如果你手脚的话 我这边有了这几个子 这几个子呢也不是白走的 他不会下一步说我要挡住这 也不会说我要退在这 他可能会从这个方向飞过来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看清 这些子离 说这个时候你可以起打吃过来的话 白棋他就退 这边无论你怎么吃我都给你 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 你要走这个我就退 那有了这几个子啊 做接应我们会觉得 其实白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是非常生动的 黑棋在这里 花了这么多的手术去走 其实最终能吃到的就是白棋四个子 四个子呢其实就是巴木棋的价值 相比白棋在外边的这样的一个潜力的话 黑棋是绝对不会去这么下的 所以这就是白棋整体的一个思路 实际呢大概黑棋的这个打吃过来 也是属于双方一种剑合的下法 就是你既然走到一个 那另外一个是绝对不能让你走到的 那当然白棋也有所收获吧 因为他把这个重心转到了这个右上边 然后再一挂脚 这样呢有这个子做接应挂进来以后 就不单纯是破黑棋空了 他下一手棋再从这边打入过来 是非常严厉的 如果你黑棋要在这跟着 比方说黑棋拆一 那下一手棋白棋 可能立马就会从这打 或者在这一带仔细去选择一个比较适合的点 就整体看上去的话 其实白棋他等于把这几个子啊 看起来是轻飘飘的 但是他无意中呢就变成了自己的一道势力 作为这以后作战来说的话 都是非常有可以起到一个坚强的 这样一个后盾的作用 所以实战白棋挂进来的时候呢 黑棋他就不回来 接着呢 白棋再这么一补 这个局部就告一段落了 可以说通过这一盘 这样的一个局部下反呢 白棋这种不再局部细节去做过多纠缠 我走不好的地方就不下了 这样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啊 用在具体的实战当中 也给了我们琴米朋友们一些新的感悟吧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奇思妙想 我是王湘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骑行 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棋盘 现在这个局面呢 是轮到白棋走 很显然 右上角是刚刚进行了一个 托斑断的这样的一个骑行 那如果按照常规的下法呢 白棋可能会在这个二路挡一下 然后跟黑棋拐交换 再拆一个 这样其实也属于正常的分寸吧 不能说白棋就不好 从二路飞过来 这样白棋大概 继续再往这个中府跳一个 这样下 那当然作为这个职业骑手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会在骑上呢 会有更多的去想法和追求 那其实无非下棋呢 就是在讲究这个子校的效率问题 每一手棋想要充分的发挥 它的这个作用和效率 从而呢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效果 因此实战呢 如果说白棋这样下 也是一种正常的分寸 但是 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白棋有 其他的想法 他希望能够把这个 这样的一个交换呢 保留 保留了之后呢 再在这个右边的 这样一个空间里面 来做点文章 首先呢 这手棋保留 有一个好处就是 在这一带呢 比如说跳一个 拼一个 虎一个 哪怕是沾一个 或者小尖 再或者飞一个 就是在这一带 他都有白棋的先手 那怎么来运用这个先手呢 当然你如果 简单的跳一个 黑棋是绝对不会 不会担心的 他一定是非常欢迎你 这么下 如果走这个 他可能拐了 再一打吃 你白棋接上 他就补回来 白棋非常无趣 那白棋应该怎么下呢 我们就来欣赏一下 白棋实战的下法 白棋 在这个位置 拖了上来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这个 藤挪啊 尤其是高手 智孤藤挪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他们很多的招法 都会选择 比如说碰一个啊 这样就是贴在对方的棋上走 这样其实就是 会容易产生一些头绪 同样的 也因为有这样的棋 比如说 像是这样 后来的这个黑棋 拔一个的话 白棋它就能够断上来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棋从断出生嘛 如果你要找头绪的话 那尽可能的 也是想要把这种棋 下出来断点 这样你才会有 可以更多的发挥的空间 当然白棋这个下法 也绝非是 空穴来风 他完全 这一切的招法呢 都是基于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一代有先手 他才敢这么下 那为什么 这样的下法 看上去好像 从这个方向 间隔上也离 上面也比较远 白棋为什么还敢 从这脱断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黑棋它是 不愿意从这搬的 这个搬一个的话 白棋 要注意 这个时候 它不会再断上来 所以我们 即使在掌握了一些 起理 在欣赏了一些 我们说的 这些思路的时候呢 也不能去乱用它 一定要结合具体的 这个 具体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最关键的是 我们要以这个计算 作为前提标准 一定是 要 充分的对自己的 这个情形 有一定的认识 当然了 可能会有其有问 那如果说 白棋托的时候 它面临着 这个局部的 这么多变化 这每一个变化里面 衍生出来的手术 又有这么多 它能够算清吗 我相信 其实当白棋 这样下的时候 也未必能够做到 把这个局部将来 会产生的变化 全部穷尽 这应该是 人工智能 可能会能做到 但是我们 人类的话 在一定的实现当中 是很难完成 这样的一项任务 那它为什么 还能够 赶去这么下呢 大概它是 经过了 一定的 当然也是要有 一定的计算了 在经过了 一定的计算 它大致看了几个图 觉得大的方向上 白棋完全能够掌控 那一些小的细节上面 可以再推敲的 那就可以再慢慢 再去看 只要大的方向 不出问题 那就完全可以支撑 白棋的这个手段 所以其实 我们说这个 说到这就想起 这个最近非常火的人工智能 为什么人工智能 它在这个短短的 这么一个时间内 就突然变得这么强 为什么以前的人工智能 它就没办法战胜 我们人类的危机高手呢 这大概是它在 从技术方面 是它的一个革新 但是从它的思维方式上 来说的话 我们也可以得到借鉴 以前的计算机呢 是运用的是 以大棋盘 这个361个交叉点 作为一个大的数据来运算 那它可能用的是 在计算机里面 是用的穷尽法 就是它可能每走一步棋 从第一步棋 它就要算到最后一步棋 那这样的庞大的 这样一个数据量 是非常惊人的 但是现在的计算机 它的强项呢 就是一个是我们说的 它有深度学习 这个功能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价值策略 就是这个价值策略呢 就是它会 比如说 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 它怎么计算呢 它会判断出来 在这样一个局部里面 是此时最关键的点 那它会围绕着 这样的一个局部进行计算 有可能会穷尽 但是它已经知道啊 能够把棋盘缩小到了 一定的空间 再去进行运算 这样的话 就比起这个整盘棋都要运算的方式 要简单的多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方式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得到借鉴 就是当你在下棋的时候 未必你的每一首棋都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在大的方向上 从棋杆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把握好分寸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实战啊 黑棋还有断点 如果你一粘的话 白棋就拐过来 如果你压一个 白棋就简单退一个就行了 始终黑棋是需要补回来的 因此 因此黑棋搬在里边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白棋端上来 实战呢 黑棋是先 这打一下 把这个子走中 我个人认为 黑棋实战的下法 也是在 这个局部可能是处于 属于最好的一种选择吧 然后再从 上面 再打一下 跟白棋一场交换之后 粘住 因为这个棋 为什么要打一下 从感觉上来说 黑棋这个打 可以理解 他是想把白棋走中 那这个打的交换 看上去很俗 为什么不单长呢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 因为白棋在这边 他有先手 如果你单长的话 可能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白棋马上碰上来 下一步棋 挡住吃粮子 跟挡住吃黑棋 右边这两子 白棋建合 这对于黑棋来说 是迫不得已的 要进行这个打车的交换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 白棋这个保留之后 能够带给自己 有利的这些一面 所以其实我们 奇迷朋友们下棋 会经常 把这个习惯性的 把一些看似是决先的棋 都走掉 就是我们图一时之快 但是呢 你交换完了以后 其实维棋 它是一个保留的艺术 很多棋你把它 味道走近了 那你反而就会 丢失掉很多其他的 这种选择 就像这一盘棋 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对局者的双方啊 是两位韩国棋手 白棋呢 是金智希九段 黑棋是朴正祥九段 那这盘棋是在这个 嗯 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远 是在16年的 这个年底下的 嗯 比赛呢 是我们中国举办的 第一届这个新奥杯的 这个世界公开赛的16强 应该也是 嗯 非常有含金量的 一个比赛吧 所以想必 在这样的一个 世界大赛的 16强的舞台上 这个棋手 他一定会 尽可能的把自己 最优秀的一面 展现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黑棋打吃了一下 白棋就不能 用这个碰一个的手段了 那白棋怎么办 白棋拐一个 白棋拐如果 黑棋这儿是 欠着一手棋的 黑棋如果 从这儿挡的话 白棋这边注意 还是不要把这个 交换掉 因为 它可以直接 搬过来 假设 黑棋不走 下一步贴一个 这两点又 避得其一了 所以黑棋还不敢 在这边轻易的 拐一个交换 如果你 你随手一拐 这个形状 它等于是通过 拖了一段棋子 然后把自己的 这个方向 走到了上边 而且它 可以拿一个 先手 这个在布局的时候 速度是非常重要的 这比起 实战 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挡了 拆二的话 整体的白棋 要有趣得多 所以其实 黑棋的下法 也是 针锋相对 它把这儿 它把这个 二路的拐给走了 因为 所有的这些 白棋的手段 其实都是在围绕着 这样的一个 脚上 就是这个边上的 这一拐 在做文章 所以 黑棋现在补回来 那当然 这个时候 我们刚才说 这个棋 它是黑棋 欠了一手棋的 你如果不走的话 那白棋 打吃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白棋 是千万不能 从这边再弃子了 这个就太大方了 黑棋等于 在这儿省了一手棋 把它放下来拐的位置 所以 打吃是一定要下的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是形成了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 是在 不必然的前提下 又带着必然 然后 黑棋 把这个一搬 白棋 带走 因为 黑棋 如果从这边出头的话 白棋 把这一跳 首先 这个子被吃掉 黑棋的损失 实际上的损失 是非常大的 因此呢 它是 它连班 因此 它是想 好歹 我自己手上 也先 拿着一定木树吧 这样比较踏实一点 再补回来 当然 作为白棋 来说 也是颇有收获 它再把 中间的这一头 一震 这局部呢 可以算是 告一段落 这样看上去 白棋 是其实 实际上 从这个 拖一个开始啊 是进行了一个 非常完美的转身 它把 原本啊 这五个子 从价值上来说 它只是一定的木树 所以 它灵活的转到了 右下边 这个吃掉 这个子 黑棋子的 的实地 跟损失掉 这被吃掉的子 其实木树之间 是可以相等的 那 白棋 等于 平白无故 让你黑棋 这多了一块 姑旗 这三个子 以后还要处理 那 从这样的一个 转身来看的话 白棋 整个的构思 还是 非常成功的 那这样 后来呢 也因此 白棋 就取得了 这盘棋的胜利 好的观众朋友们 这盘棋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